国国国际资讯电子商务的助理 那也提供了相关的合作机会 市长谢果良一一介绍有哪些在地职缺 并感谢今年参与这项青年实习 梅合计划的32家在地企业 提供了超过100个优质就业机会 让青年朋友能够在地就业 那我想这次非常感谢企业们 跟我们市政府的产发作合作 创造更多的青年实习工作机会 这次主要一共有32个企业 有提供了超过百名的青年实习工作机会 那市政府给予些微的补助 但是主要还是由企业来聘任 那这次的青年的就业职缺 主要是提供给16岁到25岁的就业青年 让他们能够有这个机会可以在地就业 我想在地就学在地就业一直都是 我们非常努力在推动的一个工作 那未来也是会找更多的企业 能够来完成相关的一些推动 很多大事的应届生 或者一些准备想套入这个社会的这些朋友们 他们其实都很需要有这样的实习的机会 让他们在踏入真的踏入社会职场前 去思考一下他们的方向跟未来 对那所以有这样的实习媒合计划 真的可以帮助很多年轻人 在还没有正式踏入前就可以找到方向 那也非常感谢市长的支持 然后也很感谢后面的身后这些企业 他们的协助跟帮忙 那希望我们可以让更多的年轻人 都可以留在基隆就业 可以免去这个通勤的这个时间的麻烦 市府产发处积极鼓励在地企业 重视青年人才的培养 这项青年实习媒合计划 有正职兼职和实习等多样的选择 欢迎青年朋友踊跃搜寻 基隆青年实习媒合平台 找到适合自己的职缺 在地就业实现梦想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这个地方